鸡鸡硬硬的 23岁男勃起十几小时 放血就鸟 Oh my god what is that I'm sorry It's the morning 别看施工一百多岁 每天早上起来移住晴天 陈伯是健康男性自然生理现象 但是如果太过持久 也是会造成困扰的哦 英国这名23岁老兄心有七七烟 上周五早上起床时 发现自己移住晴天 去饭店工作尴尬了 到午餐时间还是没有消退 异常肩忍不拔的情况 让他不自在 少时间去泡冷水澡 还去公园跑步 依然礼酒迷奸 只好去挂肌症 医师在他阴巾上打了24针 想用药物散血但没用 最后在阴巾血管插入针头 放血缓一公升才恢复正常 这段硬汗经历让男子心有余悸 看医师在我的阴巾打那么多针 好像在看恐怖电一样 吓死我了 医师表示 这是阴巾反常勃起症 全世界一年大约有10万个病例 处置不当会造成永久性伤害 动心丸总统报导